Kukku Kukku 不知道說什麼 今天收到電飯煲 這是韓國牌子 下面寫著Made in Korea 出廠日期是2020年11月17日 這個是美國的型號 型號是DHSR0609F 是IH的電飯煲 今天會開箱 還有會煮飯 試一試 首先打開會看到有一本說明書 附送一個飯殼 一隻杯 你看到這個是美國的插頭 兩隻腳 保護也蠻漂亮 現在拿出這個機器 好 看見這個飯煲 很漂亮 灰色的 這個是零開 解鎖 再按按按鈕 看見是全新的 很漂亮 這個是蒸東西用的 韓文 不知不知道寫什麼 保護貼紙 很漂亮 因為這部機器是美國機器 所以 這些字前面是寫了英文的 英文加紅文 現在再深入一點 看一下這個電飯煲 其實我真的不在行 我看到什麼就說什麼 這裡有很多按鈕 那 模特兒號 這裡寫著 外面這個質感 可以看到一些紋的 是摸到的 是非常漂亮的 旁邊這裡就是平滑一點 這個就是開關鍵 鎖開 上面的波波也是跟著動的 按按鈕 打開 然後我看到上面 就有這個東西可以拆出來洗的 那你拆開這個 就可以整個蓋拿出來洗 清潔 那下面這個飯煲呢 你見到是非常之靚的 它是筆手感 就你見到它兩個質感 的 Main in Korea 那下面這裡呢 那個蛋 都很靚的 然後呢 放在這裡 蓋上蓋子 再看看後面這裡 那有些 有些資訊在這裡 82W 然後電線 電線 之前看過是兩隻腳的插頭 那如果不夠長的話 它的設計不錯 它下面那裡 是可以給你捲著的 那如果太長 可以捲回它 或者不夠長的話 可以拆長一點 還有 後面這個位置 就是放一些水的 那 大致上這麼多 那 還有這個蓋可以 可以拆的 這樣拆出來 都是清潔用的 這樣 這樣子 好了 好 暫時先這樣 好了 放好位置 現在就插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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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說什麼 那我就看了說明書 說可以轉英文的 就要按這個模式 現在第一下呢 就可以轉時間 轉 轉 分鐘 那你繼續再按 按到它這個 聲音燈 的話 好像 按 十 五心 那 聲音 1 是韓文 2 是英文 3 是國語 我想轉是英文的 2 OK 就按 Set 搞定 英文的 還有其他功能 你按 Menu Selection 就會跳燈 例如剛剛按了一下 就有自動清潔 然後再按 Glutinous Rice Glutinous Rice High Heating Power High Heating 再按它 Nutritious Rice Nutritious Rice High Heating Power Gaba Rice 繼續按按按按按 Ferment Black Bean Automatic Sterilization Glutinous Rice 基本上都是這樣 如果玩完 之後就可以按Cancel Cancel之後 如果你不理它 過一段時間 它會自己關機 進入一個省電模式 剛剛洗了米 現在就煮第一鍋飯 тер化 Cancelling Power Save Select the Automatic Sterilization Black Bean Rice 我要煮Gluton rice 好了,所有食材都可以的話,就按 Pressure cook 需時29分鐘,29分鐘之後再回來 來吧 好了,飯剛剛煮好了 現在打開看看 好多水 他們說要攪一攪米會比較好 先攪一攪米 看到米其實跟平時有一點不一樣的 它比較彈厚一點,你看 好像比較煙韌一點 即是比較Q 要混合一陣子 混合一下 然後呢,再蓋上蓋子 再焗多一陣子,就會好一點 待會試一試吧 但是飯呢,跟以前一般的電飯煲有少少不一樣 它的飯的質感是有少少黏的 比較黏性一點 好了,先拍下這麼多 如果喜歡這個影片,記得like,subscribe和share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